说起加拿大俄 大家脑子里想的大概都是同一件事 把这件事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贵 两个字很贵 三个字非常贵 有很多人都不懂 这么一件仆仆通通的黑色玉中服 为什么标上加拿大俄这四个字 就要掏空自己的钱包 把这名字拆开来看看 加拿大没啥存在的美国小登班 首都市哪个都不知道 每几个人在意他是谁 他在哪他过得好不好 俄与加拿大相反 深受中国老百姓喜爱 常年出门鱼客家的餐桌 包括但不限于烧鹅 鲁鹅 鲁贝鹅 生焖鹅 酸梅鹅 由此可见 加拿大鹅金贵的是鹅 反倒也不是加拿大 诶不对 可是这只鹅它又不能吃 它咋那么贵呢 难道是因为得不到的永远的销动吗 这就要从加拿大鹅的营销手段来讲起了 这只不能吃的鹅之所以贵到离谱 是因为它都一手好印象 诶 堪称教科书级别那种 从刚开始起家的毫无名气 到现在走向世界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这只北美吐鹅 是怎么变成我们高翻不起的国际鹅 加拿大鹅在1957年由Sam Tick成立 当时的名字是Mancho Sportswear 做的是防寒的都市服装 Tick的女婿David Reiss在1972年加入公司 将主要产品变工为余容服和防风派克大衣 当时公司的主要顾客群体为 加拿大政府部门 包括加拿大皇家骑警 安大略省警局 省环境厅 科考队等 和有特殊需求的领域合作的做法 树立了鹅的专业口碑 1980年代 雪鹅在David Reiss的领导下 把市场拓展到了欧洲 打算和那边的科考队联系下感情 然而 因为当时欧洲市场已经有公司 注册了Snow Goose雪鹅的商标 David Reiss直接把品牌改名 改成了Canada Goose 加拿大鹅 进入了欧洲市场后 David Reiss当时还没有想到 要把自家的产品买给其他人 而且科考队和政府部门 也不是每天都买买 这营收可想而知 直到Danny Reiss David的儿子 未来加拿大鹅的老板 他在去欧洲旅行时 发现了自家小座房里的产品 竟然深受当地人喜爱 街上有普通的上班族 以及女性在穿 机场的免税店里 甚至还和LV Gucci和Prada这些奢侈品挂在一起 Danny这时候意识到 原来 我觉得很土的家 巨人遇藏着变成凤凰的巨大可能性 他决定抓住这个机遇 让他成为俄中的战斗机 Danny接手家业后 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改变了俄的定位 把他从科考队专用的俄 改成了普通人也可以穿的时尚羽绒服 这时候的俄已经有了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欧洲人爱穿 精致的欧洲人一向将加拿大 当作冷不满光之地 当他们逛街买衣服时 看到这件外套的名字 有加拿大这三个字 很容易就变想到 加拿大冰天雪地的景象 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 会让他们认为 加拿大生产的羽绒服 一定很饱满 不得不说 David Rees改名这件事 真是做太对了 加拿大这个名字 居然能在欧洲 给俄带来这么一波流量 那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呢 改名红利虽然很好 但是鹅要打开普通人的市场 还是缺了一样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史上的女装呢 加拿大鹅之前的服装生产线 只专注男装 况到现在来看 真是一个失足的铁汉汉 不过 Danny在欧洲街上 看到宁愿买男款 要穿鹅的女性后 她意识到了女性消费者的购买力 于是她决定增加女装生产线 要增加史上感 对鹅来说还蛮难的 作为科考队的合作伙伴 鹅在外套设计方面 要考虑到科考队队员的需求 一般都是做成红色 科考队员还给鹅的这类外套 起了个名叫大红 大红大紫的风格 并不是很时尚 黑色和深色 才是时尚梦潮的第一选择 更有人在采访里之言 我纽约人 黑色四中粉 这辈子只爱黑色 既然要走时尚风 那就听听女约人的意见 科考队或许只需要 几套大红的宝男外套 街头成千上百万的都市人 可都是鹅的潜在客户 要是每一个人都来一件鹅 那鹅可不得赚大法了 改变了定位 和纽约人取经增加了 时尚设计感后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那就是做市场营销 但是做市场营销 意味着疯狂往里偷钱 然而 当时鹅每年的营收 也就三百百万 也没有钱 去做这么多好看的广告 于是 戴尼决定剑走偏锋 采取两种新的营销套路 一是采取口口相传的模式 让人们将加拿大鹅的好遗传时 十三百地扩散出去 二是让鹅在秀场双双存在感 让其他高级买手店 注意到它的存在和价值 机智者加拿大鹅 选择和电影剧组合作 准备打入好莱坞 虽然效果最好的办法 肯定是把演员从头到脚 用鹅包起来 又在镜头前 全方面无死脚展示 但是 自家鹅身上 没几根猫能拿出去祸祸 那等就无偿赞助 多给那些 在极寒地区拍戏的剧组送温暖 嗨 别说 实际还真的走向 举个例子 Cure Darling 杀死乳爱的制作人 就曾在一篇采访里聊到过 当他发现自己的剧组 要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出外景 而保暖措施不够时 他毅然决然指点加拿大鹅 鹅马上就送来了许多羽绒服 把剧组的每个人都包了起来 这样的情况 当然会被狗仔队记录下来 主演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和伊丽莎白·奥尔森 穿鹅的照片就在网上疯传 他俩因此成为了鹅的非正时代 果然鹅也是一只白嫖带士 心机够深的啊 除了电影剧组以外 鹅还赞助过电影节 包括多伦多电影节和圣丹斯电影节 刚刚提到的杀死乳爱的首映 就是在2013年的圣丹斯电影节 也不知道鹅是不是通过 这个剧组的关系攀上了 自2013年起 加拿大鹅就一直在赞助圣丹斯电影节 嗯 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 2013年对鹅来说是一个好年 靠着赞助剧组的电影节 混乱了一大波流量不说 也让其他明星愿意和鹅合作 比如2013年 美国模特Kate Upton登上杂志封面 性感的美国甜心 上身指披一件穿白加拿大鹅 背后都是阿哀雪山 性感 健康又充满反差的画面 强烈抓住了舞者的心 美国人对于明星同款也是 缺之若鹜 追星时他们会这么想 穿了明星同款 我也能和明星一样 追星思维真是哪里都一样 反正借了这阵风的加拿大鹅 扶摇直上 在被每一炮打下了名气 之前说过 加拿大鹅的营销套路 除了名人带货 大流量外 还有秀场 加拿大鹅的前辈高级羽绒服 蒙克利尔就是秀场场合 蒙克利尔是法国牌子 总共设在意大利 羽绒服做奢侈品的主意前所未有 但是蒙克利尔做的 他在转型成奢侈品定位后 就开始了秀场之路 那作为后来制备的加拿大鹅 既然要转型成奢侈品 那必定得走走秀场了 经历每个奢侈品的必经之路 许多高级买手店 也借此注意到了它的存在 开始纷纷进入 从此人们聊起加拿大的国宝石 除了可爱的海藏 甜甜的枫糖浆 以及美丽的枫叶外 又多了一件金贵的加拿大鹅 在西方营销成功的鹅 开始需要更多的资金 来支撑日益扩大的公司 显然之前家庭做访式的经营 已经不再能满足额的发展需求了 2013年鹅爆火后 Danny Rays将加拿大鹅70%的股权 卖给了美国私募资金 贝恩资本以获得更多资金 鹅以在加拿大Vinipack建了新工厂 鹅在提高产量的同时 提出了全球拓张计划 开始冲向海外市场 手里有了钱 牌的名气又变大了 认谁这时候心里都有些飘飘燃了吧 有许多牌子在准备进军海外市场时 会一鼓作气在当地开个十几一百家门店 但是如果经营不善 这些店很快就会倒闭 Danny深知这一点 他知道鹅虽然火了 但是他还没有到能够一鼓作气 开用一家店的火候 还要谨慎行动才是 在思索下一步行动时 Danny回忆起了欧洲 欧洲是Danny抓住加拿大鹅基地的地方 鹅在当地也有了一些基础 在经过多次考察和评估后 加拿大鹅在伦敦开了第一家门店 接着又选择了米兰作为近距欧洲的第二个地址 欧洲时尚的奢侈品和设计师品牌多如牛毛 加拿大鹅身上的北美时尚感 在这里还不够合一魂的 加上奢侈羽绒服前辈 蒙克利尔的总部就在欧洲 早已占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俄司来想去 决定不如命迅出路 趁着亚洲市场还没对完全功课 不如趁现在好好计划尽早入场 Danny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我们有很多业绩增长的机会 拓张市场就是其中之一 而想要进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不能急于求成 我们只有一次成功打入的机会 那么要如何做到一步就成功打入呢 考虑到亚洲人好面子 自己的身家自然是越归越好 2017年3月16日 加拿大鹅在多伦多和纽约交易所上市 当时估值超过13亿美元 所有人都在热烈讨论鹅 鹅用股价把自己包裹的金光闪闪后 风风光光的开始进军亚洲市场 但是Danny此时做了一个高明的决定 先不去中国 咱们在他附近摸索摸索 看看口风闲 于是2017年11月3日 加拿大鹅在日本元素开了第一家旗舰店 早上6点就有人在门口派对 不仅有人专门从360公里以外的仙台赶来 甚至还创造了店里平均每90秒 就拍出一条大鹅的奇迹 要知道当天可是iPhoneX的发生 而在和美国大佬的战斗中居然能不落下风 其实力可见一般 真是加拿大的骄傲呢 鹅一路从欧美国家火到了日本 这时候 中国可一家旗舰店和官方销售渠道都莫得 这样高贵神秘 不可轻易获得的鹅 自然引起了国内明星和富豪的主意 还记得吗 加拿大鹅的营销套路就是名人效应 一个巨族穿了后 一个电影结穿 一个名人穿了后 许多名人穿 像滚雪球一样把银声滚大 好的套路永远不会过时 名人带货在哪都能行得通 2017年 马云爸爸悄悄地传了一次鹅 然后惊艳了所有人 紧接着我们就看到 许多国内的明星开始纷纷上升 加拿大鹅 以此来彰显自己竞争潮流 最受中国人关注的 还有普京大地 中国人再也坐不住了 这鹅虽然不能吃 但是穿上还蛮嫌自己身份的哦 加拿大鹅甚至没有像当年那样 费心费力地去给巨子送衣服和去跑秀场 就已经在中国掀起了一阵不小的舆论风暴 由马云爸爸给他带货 Danny瑞斯怕不是做梦都会笑心 鹅在中国火是火 但是当时鹅还没有在国内开店 马亦都不知道上哪儿买 俗话说道 越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要 加拿大鹅的代购如雨后春笋般冒着出来 在看到中国人对鹅趋之若鹜的情形后 Danny终于确定 鹅进入中国市场的时机成熟了 2018年5月31日 加拿大鹅宣布进军中国市场 将在上海建立大中华总部 会在秋天与北京三里屯和香港RX国际金融中心开设旗舰店 经过了漫长的筹备后 加拿大鹅于2018年12月下旬在北京三里屯正式开议了 另外人山人海 所有人都在门口翘手期盼着能早点进去 和大鹅来个亲密接触 日本旗舰店平均90秒一条大鹅的业绩 在北京旗舰店看来不算什么 因为在开业不到三天的时间里 加拿大鹅店内所有热门型号 包括远征等系列产品已经全部售清 而至于在开业三天后来的顾客 只能得到鹅的一句对不起 sorry 您只能识穿样品 我们能给你下订单 让加拿大工厂那边给你做了寄过来 现在马上穿是不可能的 sorry sorry啦 没想到拨拨拨拨拨又回到了当时普通人一鹅难求的情况 只不过当时是因为科考对专用普通人没的渠道买 现在则是因为人人都爱鹅 都想要鹅 把鹅买爆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鹅在成功进军中国市场后 不仅卖爆了 股价也飙升至原来的三倍 18年的股价在90美元以上 市益率也一步被推高至100以上 股票收益甚至一度超越蒙克利尔 在中国市场做到了后来者居上 狠狠地掉大了一波前辈 尽管现在碰上疫情 加拿大鹅的总销售额收入下滑严重 但是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收入反而增长了30%以上 加拿大鹅首席财务班Jonathan Sinclair表示 中国的进步帮助我们管理了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看到的期望 Andy Reiss也称 加拿大鹅在中国大陆市场的业绩已经恢复增长 并且数字业务也在加速发展当中 军季的来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我们将进入加拿大鹅高峰售卖的时候 而这一路走来市场营销做的是真不错 当开始明明没什么钱做营销 只能高高免费赞助 没想到火了 名人隐心富豪元首纷纷上升 由此他走遍大江南北 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疯狂上升 到了现在 鹅已经不是当年不受普通人喜爱的加拿大土鹅 而是一只普通老百姓走高攀不起的国际金鹅 请不吝点赞助